大家好,接茬聊,还得聊,还得聊成了最近中国国内,尤其中国北方,网络上非常盛行的流行语 事出肯定就是有一叫李宽的,一胖子叫什么绿胖子,跟耗耀华打勒来 俩人要抨击谁来着,抨击谁你看,这个事件的制造者到底抨击谁,大伙都忘了 最起码我给忘了,但是整个事件最后受益的就三个人 一个人叫谢雷,之前岌岌无名,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人 因为这所谓的网络语还得聊,无数还得聊 你看人家这个现在又开始割韭菜了,据听说开始这个直播卖货了 还有一个受益者,是最终的这个受益者,就是杨毅跟他这个所谓的吴婶 叫孟真的这个人,咱也不知道这是真名是假名 据听说是一青岛人,青岛人,青岛活地 这个苏毛阵,侯海洞,青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尤其他这个08年奥运会以后建的那海边那个一些设施,是吧 治理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每一次住在那个附近的时候都感觉特别的舒适 我这个看这个所谓的这五婶啊,可能是做直播没怎么看啊 是有一些小的节选的小片段,是吧,别人发上来的,就是在这个头条上 因为我没有抖音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快手,什么都没有 是吧,我觉得这五婶挺狠,是吧 五婶啊,所谓的有一个小三,是吧 这个给杨毅又生了孩子又怎么着的啊 这个五婶整体的这个网络上的步骤 最后要置杨毅于死地这件事啊 这这这女人是挺高的,挺阴的是吧 这个过去不是有句话吗 为小人与女子难,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是吧,当然这个后来被解读成啊 这个女的就是比较这个这个或者那个一个不好的词汇了 是吧,不好的短语了 但是这孟真确实是挺狠,这五婶确实挺狠啊 他先把杨毅是吧,所谓的对这个谢雷啊 要起诉,要这个干这事,干那事 这个杨毅,我跟杨毅感情很好 是吧,把杨毅捧成得意双心的老艺术家 人民艺术家,紧接着啊就开始爆料 是吧,先一波啊,先给你捧得高高的 是吧,紧接着就给你牙摔得狠狠的 是吧,这个紧接着开始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什么小三啊,小五婶啊 是吧,就这件事就给坐实了 这种东西本身是应该在俩人私底下 房间里是吧,虽然是不通床了 但是可以在某一个地点 在家里边俩人讨论一下 是吧,我估计俩人肯定也讨论了 就是卖惨 或者是这个打破了重力 是吧,就跟这个有一些瓷器 是吧,这个鞠锅鞠碗的 最后啊,找高手给它鞠上在 是吧,先给牙打破了 或者是这个裂口不大 是吧,做一些这个蒜泥 拿蒜泥再给这个这个瓷器 在这个湖上的街上 是吧,我交给大伙一个小常识啊 就是蒜泥,稠稠的蒜泥 一些小的,一些瓷器的摆件 如果它这个瓷片 小的瓷片断裂了 或者是怎么着了 是吧,你可以拿这个稠稠的蒜泥 吸水蘸的不行 是吧,你吃这个所谓灌茶的时候 是吧,所谓粉茶的时候 你蘸的蒜汁,那不行 得是稠稠的蒜泥 完了之后,给它粘在上面 就不进水的情况下 你说一个盘子 我经常拿吃饭的一个碗 哪破了一小口 是吧,我准备拿损 那也不成了 那个你要刷的 那个碗是要刷 另外我给大伙说一下 这个咱又扯远了 咱就想到哪说哪 就是如果你家里的碗 盘子经常用的这些餐具 是吧 如果有了裂口,有了裂纹 我劝你尽量就是把它丢弃 不要再使用了 无论它多漂亮 无论它凝聚了你什么样的感情 是吧 对于风水来说 不是特别好 是吧 这咱又扯远了 这孟真 反正是甭管是孟真 跟这杨老五杨毅俩 是怎么窜过的 现在这个孟真人家 是成了最后 整个这事件的导火索 是吧 杨毅已经被灌以 昏内出轨 灌以一个这个渣男 是吧 扎老男人的一个这个网络的形象了 这个没办法 但是杨毅人家这个说相声的 当演员的是吧 当艺人的是吧 出来抛头漏脸了 脸都比城墙拐弯还厚 是吧 那肯定无所谓 而且他有智囊团 智囊团这个 这个得给他出些招 是吧 怎么不破不立 怎么能继续卖布鞋 是吧 怎么能继续直播卖货 是吧 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中国人的记忆 他就是跟金鱼的记忆是一样的 就七秒钟 是吧 中国人就是七分钟 或者七个小时 或者七天 或者七个月 就把你彻底遗忘了 是吧 就把你这件事彻底遗忘 哎 反正是这个 怎么说呢 中国人之间 是吧 许斯多有一句话 就是这个三幼日常 就是经常这样 当然也有人爱吹牛逼 是吧 愿意给自己身上贴标签 你比如说这个西班牙的北京老杆 是吧 据听说昨天是前天做节目 又对我这个进行语言的攻击 是吧 我还是那句话 是吧 我有的是时间 是吧 这个把战线拉的稍微长一点 是吧 这个我让你 为你所说的这些话 你要付出代价 是吧 这句话不是威胁你 你看我都是笑目惑惑的 这个 这个调侃你 是吧 你说这个 要有什么措施 是吧 要什么 这个我哪能 这个触犯法律 是吧 无论是西班牙 还是加拿大 还是中国 那都有法律管着 绝对不能那样 是吧 但是时间 战线拉长了 这个我让你这个觉得什么呢 觉得就是 你看 你的老频道 将近12万的粉丝 是吧 这个频道被关了 是吧 我觉得这件事对你打击 可能挺大 但也不是对你最大的打击 是吧 昨天前天 我看了徐晓东的直播 里边谈到老凯 是吧 老凯 个傻逼 这个谈到老凯 是吧 这个人徐晓东说了 别得罪我 你得罪我 你没有好结果 你认为 是吧 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把 把你的频道关了 你还得倒霉 你认为这件事就了了 是吧 你还得倒霉 我对你都不回击 是吧 其实有时候 我看有一些评论 有人给我发过来 是吧 其实挺好 你看这个老凯 他本身 一时无忧 是吧 这个 又有一些阅历 是吧 口才又非常好 按照北京人的这个 这个思路 是吧 口才又挺好 是吧 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水平 或者是一个门口大爷的水平 或者是这个 呃 有一些自己独到 独到的地方 是吧 比这些人水平都高 是一个学者的水平 是吧 呃 过得又好 是吧 家庭又很幸福 这个大伙都很羡慕你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希望你更好 是吧 都支持你 但是 你有一些东西 是吧 就是第一 天天吹嘘自己 无知者无畏 是吧 越是水平low的人 越是穷人诈富的人 越是爆发户的人 是吧 就这种人最爱吹牛逼 因为什么 因为他大小 没有这种生活上的底蕴 没有这种家庭教育上的底蕴 是吧 所以 你想当然 所以你把人 都按照你脑袋瓜里的那点想法 来给人家贴标签 是吧 你贴这个 贴那个 是吧 你天天说 徐晓东 什么 徐大全都大胖小子 是吧 人家不怎么理你 你说二大爷也好 说王志安也好 都是你手 给我发信 发这个 这个留言 就是这么说的 王志安 都是我手下败将 是吧 你看人王志安 给你回复过一个字 是吧 给你聊过一句天 人都没有 人觉得 你是一个赖蛤蟆 掉脚面 是吧 恶心人 而且你是一臭膏呀 就跟人家挠镖 是吧 你就你这种人 你觉得你水平挺高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按理说 应该从这一次事件当中 是吧 你被这个油管被关闭了 不知道是永久的 还是说暂时的 是吧 据听说你这个要 要起诉人家 还是说这个要 这个 这个申诉人家 不是起诉 申诉 是吧 但是 你应该从这件事上 有一些教训 是吧 你有一挺好的媳妇 你媳妇 是吧 应该是对你有一些 这个 话里话外的 应该有一些 这个 这个 寄语 是吧 希望你在 重新的油管里边 应该是 这个 改变一下风格 是吧 不是说你谈论事情的风格 也不是你做节目的风格 就是 别 拿自个 当根 葱 是吧 你千万别这样 是吧 这个世界 多大呀 是吧 我们的眼界 多渺小啊 有人说 是吧 说你所有的文字 想表达的只有一句 你出席了 你认为很牛逼的场合 你层次高 你有才华 你读书多 是吧 你这个 这个样 那样 实际上 你真的是孤陋寡闻 并不是啊 你给 你所谓的 都是你自己说的啊 无从考证啊 你给谁啊 给某一个部门 甚至中央 这个 这个集权最高的 这个部门 是吧 你给送过东西 你就牛逼了 是吧 你跟谁谁啊 见过面 吃过饭 是吧 你好像跟人家认识 你得让别人说 是吧 哎 我跟北京老侃 关系不错 是吧 我跟谁谁谁 这个关系很默逆 是吧 这个 他所说的都是真的 没见过有什么样的人 这么跟广大的网友也好 或者爆出来一些信息也好 是吧 这个对你膜拜 是吧 对你这个 这个肯定并没有这样 是吧 所以说 做人 应该把你从小受的那些欺负 是吧 你一个这个 这个贫苦家庭出身 是吧 一个工人阶级出身 想啊 把自己的身份啊 到这个 这个 所谓的那些北京的 偷偷聊聊的这些同学 这些阶层 是吧 想跟人家一块玩 想跨越自己的这个 呃 这个平民的阶级 是吧 或者是这个底层的阶级 你把打小 别人又不让你这个介入 又看不起你的这种 从小被人所谓的歧视也好 是吧 你受的委屈也好 你化作是吧 你这个化作一股精神 化作一股力量 是吧 我做我的啊 这个我通过努力 是吧 通过给人卖粮食啊 倒买倒卖二楼贩子 是吧 我挣了钱了啊 这个家里边又拆迁啊 又有房子啊 我通过这个房子 是吧 分的房子 最后又买了这个 又买了那个啊 又买了什么 这个房子 那个房子 最后拿钱 移民到这个西班牙 是吧 你让别人从小 对你啊 有一些这个看不起啊 这个眼神 有一些俯视的这些人 让他们心里边啊 有一些这个羡慕 这就完了 是吧 你还要这个打击报复吗 是吧 你还要说天天的 自己的同学 自己的邻居 自己的朋友 全都是不好的人 是吧 只有你最牛叉 哪能这么干 不能这么干 是吧 你看 这个 虽然我对他恨得牙根 咬的牙 咬的这个 牙痒痒的 是吧 但是你看 我还是对他 这个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是吧 希望他这个人 能这个再一次 把油管做起来 是吧 再挣点钱 是吧 不要再说什么 什么阔小姐逛窑子 阔小姐进窑子 这种话 是吧 不为挣钱 就为找乐 是吧 这个油管被关闭了 你丧失了每个月 一万两万欧的 这种损失 是吧 你自己不心疼 我不相信 是吧 你每天发那么多节目 不就是为挣钱吗 是吧 你盗用了别人的 这个视频 那不就是为挣钱吗 你是为了什么呢 你高风亮节吗 是吧 你这个 清新脱俗吗 我之前做节目说过 如果说这种话 如果是你不为钱 你就把打赏啊 这个感谢 什么广告 这些都关上 让别人对你挑大拇歌 是吧 让别人觉得 你这人 这个已经退休了 是吧 已经衣食无忧了 已经这个财富自由了 时间自由了 他确实不会挣钱 他确实有这爱好 是吧 别人打赏 全都不收 全都拒收 是吧 你应该是这样 是吧 你怎么能 这个 一看人功名老黑 给你 给人家给他打款 你在那气不过 是吧 你在那特悲愤 是吧 你在那这个 这个 说 赶紧给我打赏吧 你看我做这么多节目 是吧 不要立这种人设 这跟你做的这些节目 跟你之前立的那些人设 他不匹配 是吧 他一点都不匹配 人家老黑 是吧 这个 黑在 这个 这个 西班牙的 是吧 人家是政治庇护也好 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 人家是五年 能拿到这个 所谓的 这个 才可以申请西班牙的 这个 护照 是吧 你得十年才能申请西班牙的护照 你天天吹牛逼 我是西班牙 百分之二的富翁 是吧 我是西班牙的 这个百分之百的 西班牙人 别吹 别吹着牛逼 是吧 这个就让很多人反感 是吧 另外 你看 你老说我 说我不敢 是吧 你看 我每做一期节目 我都会说到 你曾经 是吧 给我带来了 这个一些引流 但是 事实 并不如你所说的 百分之七八十 百分之六七十 都是你给引过来的粉丝 是吧 你在 你看你现在 在这个视频里边 是吧 虽然我没看 但是经常有人给我截图 截这小视频 因为我 我为什么不想去看 看你的节目 因为我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 一厘钱的流量 是吧 我不愿意 我对你很恶心 是吧 我不乐意看到你那张脸 是吧 这个 这个说了 是吧 你看在每一期节目里边 你得这个 这个 希望大家订阅你 是吧 有的节目 据听说有好几万的观看量 但是你现在的这个粉丝 可能就两千多 还不到三千 是吧 为什么这样 就是你把自己的能力 想象的太庞大了 是吧 你并不是 虽然你在网络上 在华人 这个中文简体 自媒体圈里边 有点小名 但是你不是那个顶流 是吧 你之前做的节目 也没有多少流量 你看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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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蛋上 是吧 虽然你把我屏蔽了 这插蛋上 你得有个这个 七八万的粉丝 是吧 你每做一期节目 不是 每发一个这个推文 你求约告奶奶 让别人订阅你 是吧 但是 这个 每一个推文 可能得几万 或者大几千 是吧 这种浏览量 但是为什么别人 并没有去订阅你呢 还有人说 当然这个 我是不是特别相信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相信 是吧 你去买粉丝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是吧 这个 但是你看 你现在都不到三千 这都多少天了 这都十几天了吧 都一个多星期了 你都不到 不到三千 天天做节目 天天发推特 你都是这个 这么点流量 那你怎么能说 你给我发过两个推特 是吧 在你的直播里边 这个 这个 我不提你 你不提我是吧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你 这个 所谓的 给我引流 是吧 这个 我这点粉丝 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你引流来的 你看 你把自己 是不是想象的 太庞大了 是吧 把你的功能 想象的 太齐全了 是吧 不能这样 是吧 老坎 哎 老坎 还得 踏实下来 是吧 还得踏实实的 你过去卖粮油 挣个十块八块的 你让你爹都能往楼 给别人家往楼上扛 没有电梯 是吧 你现在还得实实 晶晶夜夜 是吧 把自己身态放低 这个身资放低 你并不是一个多牛的人 是吧 尽管你非常有钱 是吧 这个 又这个 多少棵树 是吧 尽管你有这样或那样 让人羡慕的东西 物质条件 但是 你并不是一个很牛逼的人 是吧 你还不上房贷的时候 你不也得去拉滴滴 跑滴滴吗 是吧 这不是你跟我说的 不是你跟我说的 你跟广大网友说的 是吧 别人质疑你的时候 你说了 是吧 我这个还房贷 是吧 我还不上房贷 我不得这个去跑滴滴去吗 这你都你自己说 怎么之间 一夜之间 因为你卖了一套房 两套房 是吧 你就变成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上最牛叉的人 别这样 是吧 好自为之 但是我告诉你 咱俩的事肯定没完 我会把时间线 还是那句话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 是吧 我现在想一些 在想一些 这个 力所能及的 是吧 对你 是不是有一些 小小的惩戒 是吧 当然 你要相信 我不会对你举报 是吧 这种第三下四的事 放逼深段的事 没有底线的事 我不会做 是吧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还是希望你好自为之 老看 拜拜了 这种事肯定没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